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來賓 大家好 歡迎來到講華語運動辯論大賽 在我右邊的是正方便員陳小妹 你好 她的立場是Gen Z的童年 比Gen X的童年有趣 幸福 在我右邊的是方方便員黃大媽 她的立場是Gen Z的童年 比Gen X的童年有趣 幸福 主持人 我們的椅子翻了耶 現在我們請正方便員陳小妹發言 謝謝主持人 Gen Z也就是Z一代 指的是千奇一代 也就是公元2000年後出生的人 就像年輕的我 Gen X指的是1966年至1976年出生的人 就像成熟的我 Gen Z的我們和互聯網一起成長 手機搖一搖 平板電腦 滑一滑 互聯網的精彩 竟在指尖 X期待的你們 童年沒有互聯網和資訊科技 生活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呢 Gen Z嘛 沉迷科技產品 電子遊戲 取代一切戶外活動 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大自然之美 因為很少和人接觸 哦 社交技巧奇差無比 請問為了這樣的樂趣 付上這樣的代價 叫幸福有趣的童年嗎 好 親愛的方 方便有 如果 戶外活動 與人接觸 真的比滑手機有趣 那我問問你 為何許多Gen X的父母 在陪Gen Z的孩子到遊樂場玩耍時 不是在和其他家長聊天 也不是在欣賞美景 而是在自滑手機沉迷在網絡世界呢 啊 這個 這個嗎 謝謝方便有贊成我 方的論 哈哈 Z待的我們呢 在比較富裕的環境中長大 假期可以出國旅行 總觀點問 我們的視野不是你們可以比較的 謝謝正方便有的論點 正是因為家庭環境富裕 Gen Z遇到挫折 跌倒了 就爬不起來 俗稱草莓族 啊 壓不得耶 請問為了這樣富裕的童年 付上這樣的代價 童年還算幸福嗎 蛤 這是Gen X Gen Z的誤解呀 親愛的Gen Z遇遠 請問除了出國旅行 上網 用平板電腦上網 手機上網 你們平時做些什麼呀 我們呢 武器英文華文數學科學 上課學習清奇書啊 還要學網球 高福球 生活充實的很 親愛的平板 請問這種培養精英怕輸的童年 叫幸福 叫有趣嗎 蛤 此非於燕之於之呢 親愛的朋友 Gen Z呢 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成長 童真被印式教育所磨滅 想像力被科技產品所扼殺 請問這些從小 不知道什麼是自由和閒暇的孩子 長大後 我們只能指望他們有什麼思想 智慧個性呢 這樣成長起來的孩子 很難會有什麼幸福快樂的人生啊 你 你憑什麼 說我們 我們才不是這樣的 這不高評 這不高評 我不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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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到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我們的辯論到此結束 謝謝 了解 嘩